战争会将一个国家彻底的拖入到深渊之中 因为战争是十分残酷的 中东很多国家就是一个例子 中东很多国家曾经经济也十分的发达 就是因为长期的战争导致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因为每一场战争的消耗都是十分巨大的 哪怕是最基本和廉价的子弹 动不动就是多数十亿网上 哪怕是美国也不会轻易的发动一场战争 除非是美国有助绝对的把握在短时间内拿下一场战争的胜利 如今的战争几乎都是区域性或者是小规模的战争 我们很少看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那么为何如今国与国之间很少轻易的开战了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天价账单大家就懂了 首先我们就拿我国来举个例子吧 比如我国的东风系列导弹 例如我国的东风20亿导弹 一枚的造价就已经更高达上亿 而如果一次性的发射个数十枚 也就几十亿拳打了水漂 航母作为一种大型战略性武器 只是重游的消耗都十分的巨大 我国的辽宁舰 每次加满游 都需要消耗大概1200万 而战争时航母的使用率还是十分高的 因此 这笔消耗也是十分巨大的 而一旦真的爆发战争 各种战机以及海上武器都会出动 战争中难免会出现战机被击毁 或者是武器被摧毁的情况 而我国的歼25代隐身战机的造价 大概是1.1亿美元左右 因此损失一架那都是损失巨大的 由此可以看出战争中所消耗的资金是十分巨大的 哪怕是经济发达 如美国都不敢打这样的持久大规模战争 这也是为何美国一直不敢对一些大国出手的原因 接着